攻陷美国与欧洲的Omicron新冠变异株 也逐渐在亚洲蔓延 新加坡确诊数持续增加 20日新增45例Omicron个案 目前已累计71例 包含65例境外移入 以及6例本土案例 而在本土感染方面 有一处健身房疑似出现Omicron群聚感染 三名相关确诊者都已完整接种疫苗 目前只出现轻症 当局正在追踪接触者 希望防堵本土Omicron疫情扩散 不止新加坡 日本20日再添14例Omicron境外移入病例 使日本全国累计的Omicron个案达到82例 东京都政府表示 随着Omicron病例增加 都内Omicron病例的密切接触者 已经超过千人 新增的案例也包含冲绳县美军基地汉森营 一名日本籍员工感染Omicron 汉森营近日爆发大规模新冠肺炎群聚感染 目前至少180人确诊 日方也要求美方严格执行戴口罩等防疫措施 为了防止Omicron大流行 首相岸田文雄已在18日宣布 原定2021年解除的锁国政策将继续延后 预计到2022年初以后都不会解禁 欢迎新闻刘敏轩综合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 欢迎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 只要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